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弟兄姊妹平安 好不好 来到主日你开心吗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姊妹我们要开心啊 我再次的彼此我们有勉励啊 开心是一个训练 是一个决定 你知道吗 开心不只是一个感觉 当然它是一种感觉 但是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决定 让我们决定我们要开心 作为上帝的儿女因为有祂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因为祂 所以所有的一切问题因为有祂 我们就有力量一定可以突破的 我再次我们彼此勉励啊 要学习笑 要学习笑 最近我不晓得看一篇文章 还是一个短视频 他说笑啊 就是你不但是自己 你要练习笑 就是哈哈哈哈 笑是一个主动 主动 当你他说你 他其实他不是一个重要 是一个医学的这个 他是从那里你笑了 他说你的身心灵都会得到健康啊 那其实这很符合圣经的 一位说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应考焰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对我姊妹要笑 要开心 不开心的时候就要开心勉励自己 在那个视频里面应该是视频啊 他说笑是 有时候我们 他说你要故意去笑 练习笑 所以你知道我跟师母现在最近 在运动当中多了一项运动 你知道吗 我们做了其他做完以后 我们两个开始 30秒钟两个一起哈哈哈哈 八神经一样啊 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在那个字面鼓励我们 他说我们笑 有时候笑笑我们就会开心 我们从里面笑出来 弟兄姊妹学习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世界压抑我们 使我们就是太少笑了 让我们里面常有喜喜 喜乐的心灵在我们的里面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说真的 因为有上帝作为神而你 你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质 能够最荣耀的意思 就是喜乐 所有的人都跟喜欢跟喜乐的人在一起 对不对 愁眉哭脸的人没有人喜欢 让我们记得读 让我们是一个把欢笑带给别人 把开心带给别人 从我们里面开始 今天特别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婚姻家庭 让我是这个家的开心果 让我是把轻省 把轻松 把欢笑带到我们家里的那个人 好吗 阿们 好 那今天我们 这个月是我们的幸福 甜蜜家庭系列 我相信上帝要自福 珍惜这个月 因为我们真知道 我们整个信仰里面呈现 我们说我们要生命丰盛 生命的丰盛流露出来的一定建立 第一个表现就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 神设立福音是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所以我们家也是我们生命一个 最好的一个彰显 那神一定要帮助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 在我们的亲子 我们的家庭里面 因为有上帝会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美好 所以这个月透过信息 透过分享 求主自己 让我们的家越来越好 我们的家一定会更好 一定会更好 那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堂 第一个主日 我们讲到家的幸福学 那我们先看一个网络的文章 就是心灵蜜豆奶 叫做先道歉的人 那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故事记录了一对父子有趣的对话 有一天呢 儿子回来就对老爸说 爸爸很高兴地说 我要结婚了 爸爸听了以后 就回答儿子说 你先向我道歉 儿子不解地问爸爸说 为什么要我道歉 爸爸回答说 先道歉 儿子又百般不能理解地问爸爸说 为什么 我办了什么错吗 爸爸回答儿子说 道歉就对了 儿子问爸爸 我哪里做错了吗 爸爸回答说 先道歉 儿子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又再一次地对爸爸说 请你告诉我原因吗 而爸爸仍然面不改色地回答说 先道歉 儿子百思不解 最后一次问爸爸说 我能先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爸爸依然语气不改地回答 他说什么 先道歉 最后儿子终于受不了了 就决定放弃 探个究竟的原因 直接跟爸爸说 好吧 爸爸我道歉 这个时候 听到儿子的道歉后 爸爸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说 儿子啊 好 你现在可以结婚了 他说 这就是为你准备结婚的训练 当你学会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的时候 你就可以结婚了 结婚姊妹 什么是家庭幸福学 没什么高深学问 就是这一句话 没原因的 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 当你学会了 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 你就可以结婚了 说起来很可笑 但是有没有道理 其实大有道理 我们夫妻当中 不就是在这里吗 吵吵吵不就是在那边 我们就死硬的 就是不肯道歉 不肯让一步 为什么 凭什么我要道歉 就算我有错 你也有错 一个巴掌拍不响 婚姻里面太多的问题 太多的冲突 许多的爱 就在这样小小的事情里面 为什么 凭什么 为什么要我道歉 我做了这么多你怎么 为了这些许多 其实婚姻里面 最简单的就是 所以我觉得 这篇短文说得真好 学会了没有原因 向大家来道歉的时候 你就可以结婚 我们当中的爸爸 把这一招学下来 下次你儿子要结婚的时候 先说 如果他通不过 我告诉你结完婚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吵吵吵 这是我们的经验 不就是这样吗 文章说 你能够做到没有原因的向大人道歉吗 你能够因为爱你的家人而放下自己的坚持或需要 多少的冲突不就在这里 因为爱你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 有很多 你就是这么坚持 我就是 我们就是不愿意你知道吗 婚姻里面有很多人不愿意 不是你啊 就是我就是这样 很多年当我们这个搬进成的路 那时候就是我们在成的路的时候旁边教会有一个房子 我们就住那边 然后呢搬进那个成的路的时候 那因为过去我们的住房子各处都是比较不好的房子 而这次是因为教会的房子 所以我们装修了一下子 是我那么多年来住的比较好 所以我好高兴搬进那个地方 所以因为我肯定看过去人家家里就觉得 他的每一个房间 这个门都装了一个帘子 我就觉得好好又好看 我就这样 所以搬进这些案 我就跟师母说 我们每一个房间门口也要装一个帘子 装一个这个窗帘 师母说不用啦 我说一定要 然后师母说不用啦 我们这个 然后就为了这个窗帘 还没有搬进我们两个就大吵一架 大吵一架 然后因为我坚持要装窗帘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这是我的需要 因为我很渴望人家家就 因为已经这么多年 就是都住的吧 都是不是很旧啊 我就希望有一个 就希望做好一点 有一个帘子多好呢 所以他争不过我 最后我们就到特利和乐 我就去买了一个伸缩棒 对不对 然后就买了一个帘子 我觉得好漂亮的 我就回来装了 好得意 好高兴的装了 你知道吗 过了两天 我就把它拿下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 每一次进去都要封这个帘子 出来又要弄帘子 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装什么帘子 实在是真的是够麻烦的 后来我再收好就把它拿掉了 你看吧 其实就是我们的需要为了这个 其实多少的婚姻就是为了这些小事 就把我们的爱都磨掉了 很多的伤害就在这里面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的磨掉 就是为了不必要 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需要 事实上 那个真的我需要怎么坚持吗 其实是不需要 弟兄姊妹 会不会有很多你的坚持 根本就是不需要的 过了两天事实上证明 真的是不需要 但是就为了这个不需要的坚持 我们就会这么的伤 彼此间这么伤 你知道吗 争执的时候话语 我会觉得很伤 我这么一点你都不愿意 延伸出来的就是你不爱我 你不在乎我 你知道吗 开始演了很多戏在里面 那么小的事情 有什么好吃 你就让我一下不行吗 夫妻之间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戏就在里面演出来 其实有没有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后来师母把这个记了十几年 常常提出来 你看吧 你就是这样 你看 你 幼稚美 你能不能因为爱就放下 这家的幸福学 有什么大学问没有 没有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因为爱 你愿意放下你的坚持跟需要 我知道不容易 不是说我们今天听了 今天你很同意 对不对 等一下 等一下 散会之后马上可以练习 马上就会有练习了 先没有原因的先道歉 等一下就知道了 今天下午到晚上 让很多机会让你学习 很多机会让你学习 没有原因的先道歉 这就是家庭信母学 不需要什么大道理 这就是罪宝慧了 讲了很多 没有爱 不愿意 什么都没有 讲的再多有什么愿意 其实我在讲 婚姻有很多就是在这 在字字节节细细里面 我们彼此伤害 弄到最后 真的一点里面爱都没有了 而且很多都是没有必要的 好不好 愿上帝帮助我们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必须要努力捍卫自己的权益跟权利 连在婚姻里面 我们也在捍卫我们的权利 婚姻 为什么 凭什么 我要付出那么多 为什么 是你 是我 不是你 在那里面 我们就必须为自己据礼力争 在婚姻里面我们还要争 还要公平 还要比较 但是有一句话说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礼的地方 这我姊妹记得 下次你在讲礼里面没有爱 就已经是错了 在讲礼的里面没有爱就是错 爱一定是根基 爱是在里面 家是讲爱 先讲爱的地方 讲礼 家就行不通了 婚姻里面如果都是讲礼 有很多是不 是没礼可讲的 比如说 在我们家里面 我就是要负责水果的那个人 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洗水果 然后要削皮装好盒子一盒 然后第二天我一盒师母一盒 然后我们家的床铺的睡觉 也是我负责 师母常说今天太冷了 今天比较冷 我就赶快换被子拿厚的 他说今天很热 然后刚刚又拿个伯格毯子 每天早上起来是我铺床 然后最近我又增加了一个工作 就是要给师母洗衣服 因为夏天 热了 所以他只穿一天的就拿去洗 又太 所以他就说你拿去水冲一冲 不然它会黄掉或会有一点汗 又不是很脏 但是怎样洗洗 说真的 这是什么道理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这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道理 我要做这些 做这些是什么道理 没道理 就好像对师母来讲也没道理 我们家的联络都是师母在做 打电话联络 包括我刚跟我哥哥约吃饭 我说你跟他讲什么 哪一天 可不可以 然后他就去跟我哥哥讲 我哥哥讲说今天可不可以换一天 然后师母又回来 哥哥说换一天 我说今天这个我也不行 那在那一天他又去跟我哥哥讲说 这一天好不好 就为了这个跟一个 他说呢 他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能自己讲 这个怎么样 不但是像教会界也是这个样子 不管周牧师 杨尼亚牧师 周神祖牧师 我们的台积蒙的同学 他们怪怪都不打电话给我 都是打电话给师母 他们说找你都找不到 打电话给你也没用 因为他们写LINE给我我也不回 不是啦 我看的时候常常都过了 因为我不是常常 我不是一直看 我一天里面有时候有空才看 有时候今天看了两则 其他没空的就没看了 有时候已经过了 他们觉得我这个怎么这样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 写LINE给我打电话给我是没有用的 要找我 要找谁 要找师母就一定找得到 所以师母常常跟我约 人家跟你讲这个 我就 哎呀 这个不行 他又跟他讲 不行 我就弄了 师母也很烦 他说你们自己打电话不就好了吗 对啊 这是什么道理他要做这个事情 没道理 家就是谁能做就谁做 我帮师母洗补 不过就是两分钟 三分钟 但是我就能够让他比较轻神 因为我心疼他已经非常的沉重 能够减少一点 能够减少 这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在道理上争吟了 却输掉了夫妻 家人之间彼此的情分 输掉了那份珍贵的关系 婚姻两个人不是签约 契约规定 你一二三 我四五六 婚姻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是在爱你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爸爸才会说 当你学会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的时候 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是说真的 弟兄姊妹仔细听的 虽然我们读到基督徒 我们可以讲一大堆所谓婚姻的问题 其实这一个就是最简单 最核心 你愿意先为了爱放假自己吗 没有理由的道歉其中一个很大的 就是为了爱放假自己 这是一个核心 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我们下凯纳 我们练书了一身功夫 没有原因先道歉 你就是走遍天下武林高手 你的婚姻一定是 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所要表达 盼望上帝把这个婚姻的美 放在我们的当中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看到没有 这才是圣经的价值 唯有这种舍己的爱 世界的人都是我 我 我 可是整个圣经的价值却是舍己 舍己 舍己 世界的人都觉得我若舍了我还有什么呢 别人会说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争取权益 我才能够保护自己 圣经说结果这是大错 为什么我们婚姻不管是婚姻 人气之间有这么多的冲突错误 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不下 上帝说要在爱人的上面 常觉得做的不足不够 我们彼此勉励 我知道不是一天就变成这个 但是我们起码有一个价值观 对 在婚姻里面 我一定要觉得我做的不够多 不要有人说我做的我已经够多了吧 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我已经对得起你了 那就没有在圣经里面 不是谁的道理 圣经的道理 圣经说就是觉得不足不够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才能够建立真正紧密的回应 真正的爱是能够放下自我 成全配偶家人的 这里说 爱是什么 不求自己的益处 圣经很特别 跟这个世界完全的相伴 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特别在婚姻的里面 我随着才说 照着圣经去活 我们的婚姻才能真正的建立 在神里面的美好 可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这是圣经里面的爱 是圣经里面的婚姻 这个月是我们的家庭月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 家庭就一直扮演不可取代的多重角色 也是上帝设立人类最重要的 基本单位就是家庭 所以你知道吗 仇敌对这世界的毁坏 第一个它就是毁坏家庭 家若毁了我们都知道 所有社会的基本的问题的发生 都因为我们的家庭瓦解 家庭瓦解或家庭失能 造成我们大部分的社会的问题 我们下一代有很多的困难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家庭 我们要捍卫家庭 其实我们都知道 无论人伦的实践 后代的延续 经济的发展 品格的教育 还有社群的维系等等 都跟家庭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而家庭在神的创造跟救赎里 都站着重要的位置 连保罗都说什么 当信主耶稣 然后你和你一家都必须 看到吗 上帝对救恩是你 然后连到你家里面 所以上帝对一个人的救恩的里面 祂的图画是一个家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 我们也要相信 你要期待 一直为你的全家得救来祷告 一直要祷告里面宣告我 我和我家都必得救 至于我和我家要一生事奉耶和华 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的 祷告的图画就是这个样子 你一定要宣告 为你家画一幅图画 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 我和我一家一生都要事奉耶和华 让你要画 不管儿女现在在哪里是不是 你就是要坚持上帝 能做你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盼望让我们一起看到 而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 祂是生长在一个正常健康的家庭里面 有父母细心的照顾 有弟弟妹妹一起成长 耶稣属于家庭 身为玛利亚之子 祂孝敬父母 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仍然挂记挂着他的母亲玛利亚 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 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 在最后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还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所最爱的门徒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圣经的家庭的图画 跟圣经家庭的价值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看圣经中一对美好婚姻的夫妻 更是一对榜样的夫妻 《使徒新传》里面这里说到 希望有点这个亚居拉 百姬拉 我很久都念亚居拉 亚居拉 百姬拉 再次亚居拉 百姬拉 这是我们对圣经的业 这两部其实在《行为》里面很重要的 那么他们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 为什么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一直到罗马的时候 他们都还跟保罗在一起 都到巴罗 在《行为圣经》里 他们被提到六次之多 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大约可以知道他们的背景 亚居拉 原来是一个犹太人 他住在黑海边的本都省 后来他就移民到罗马 在主后52年 罗马皇帝葛老丘 扒了一个命令 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 这对恩爱的夫妻就抛弃 只得抛弃家园 流亡他乡了 后来亚居拉 他们离开罗马之后 就来到格林多 他们也就在这里遇见了保罗 那刚才讲了 因为保罗是做支放层的 所以他们就跟他们一起工作 他们也是支障棚的两个在一起 也就在这里 他们遇见了保罗 也改变他们一生 得着了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顺便讲一下 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 可能对亚居拉白 居拉雅来讲是一个苦难 为什么 他们被驱逐离开了 他们在罗马所有的事业 工作 家园 但是上帝为他们人生有更美好的预备 就是因为这个驱逐 这个苦难 让他们来到了格林多 在这里巧遇保罗 这个夫妇 这个家庭就完全的改变 进入上帝对我们的人生一个荣耀美好的计划 奉主的名也祝福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的家进入神为你这个家庭 荣耀的美好的计划和图画的里面 每一个家庭神 以神占领神一定有一个美好 为你的家 你要期待为你的家祝福 神 我们的家不只是每一天工作生活养孩子 神在我们的家可以有更美好更大的事要发生 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对夫妻有几方面的学习 第一 就是一对身心气和的夫妻 创世纪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来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恶人成为体 我们知道这是创世纪的第二章 上帝自己第一次在亲自主持的婚礼 在这一次的婚姻里面 上帝说出了一个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内涵意 上帝设立婚姻就是有一个内涵 有一个意义 然后接着就说了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婚姻的第一个要素 神给婚姻的第一个命令 婚姻就是妻子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婚姻是什么意思 婚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 成为一体 本来两个人的 借着婚姻里面很奇妙的 因着婚姻就变成了一了 本来是二 两个不同的 因着婚姻从此以后 借着婚姻以后从此在神的眼里面 神为你们设计就是一 有人说结婚 摩尔也就播就是一张纸 一张结婚证书 那是给麻烦的 只是麻烦而已 这是对婚姻最大的误解 婚姻如果只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当然同居就好了 结什么婚呢 不是的 婚姻不是只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而是夫妻两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从此以后你们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鬼是一个人 所以以夫所述这么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为什么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呢 很简单嘛 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嘛 所以妻子就是你 你就是跟妻子是二合一的 所以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所以我常对自己说 师母快乐了 我才会快乐 她稳妥了 我也才能稳妥 她不安 我也会不安 她愁苦 我也会愁苦 更糟糕了 她若哭泣 我人生就悲哭了 其实不就是她真正的夫妻不是这样吗 所以弟兄 多爱你的妻子一点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 而彼得呢 更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彼得在这里讲了 婚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说 他说你跟妻子是什么 一同承受 一同 意思好像说你跟妻子是同一个承受生命之恩的杯子 你们两个是共同体就是承受同样的这个杯子 意思说你装的再多 如果你的妻子有破口 也把你的恩典祝福漏光光了 所以如果丈夫对妻子不好 她的祝福会漏光光的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跟妻子一起把这个生命之恩的杯子做大 那你承受的恩典跟祝福不就也就变大了吗 这就是你看到的牧师师母 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生命的 承受生命的恩的这个杯子做大 做大 就是因为有师母 所以我这个恩典的杯子变大变大 大到是我一个人做不到那么大的 所以我一生我所承受的丰盛恩典 我所成就的事工 是我一个人不可能有的 是因为有师母 我们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规模 所以弟兄要好好珍惜你的妻子 夫妻同心 你人生才会有夫妻一起才会有的那个规模 所以箴言这么说 你看看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在这里提醒每位姐妹 你是多么的重要 你是这个家庭的关键 你要勉励自己 我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这个家我是关键 我一生的存在 会使我的丈夫有益而无损 圣经讲到说这个丈夫怎么样 一生倚靠她 你的神设计的 神当年看到说亚当什么 创造夏娃什么 是来帮助她的所以弟兄 你知道吗 你需要妻子的帮助 你的妻子对你是非常重要 有她的帮助没她的帮助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帝设计你的婚姻 就是让你的妻子来帮助你 而妻子你的存在 你占领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是这个家的关键 这个家子因着你 你的丈夫才会能够被抬举 而因着这个妻子 这里说什么 这里讲到了 她的丈夫啊 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认识 因着这个妻子的帮助 使得这个男人到了一个位阶 一个规模是他自己做不到的 他的妻子给他架了一个梯子 每一个弟兄啊 你一定要知道圣经的设计是这样 上帝设计的婚姻是这样的 你的妻子非常重要 那个梯子让你能够爬上去 你不可能到的高度 你不可能有的幸福 是上帝使你的婚姻能够达到这样 如果你把你的妻子把你的那个梯子 打坏掉了或者梯倒了 那你是会倒下来的 这就是神设计的婚姻 那你说那我们妻子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丈夫坐城门口 那我呢 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 你看看 他说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然后愿她的工作在哪里 城门口荣耀她 看到没有 每位做妻子的 当你把你的丈夫 成为她的夫子 扮过来 所有的东西通通会回到你身上 你所做的一切最后会在哪里荣耀你 在城门口荣耀你 我觉得神设计的婚姻实在太美妙了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是双赢 是全家都赢 当我们懂得 当一个妻子懂得 知道成为丈夫的祝福 成为丈夫的益处 扶持丈夫 陪伴丈夫 成为丈夫的后盾子 甚至成为丈夫的那个梯子 她的丈夫会不断提升到一个男人 没有你的妻子所达不到的 那个规模和慰藉 而最后回头过来 这一切都要回报在做妻子的身上 也会在城门口来荣耀你 我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 神设计的婚姻就是这么的好 双赢 全家都赢 夫妻同心相爱 这就是上帝所设计的婚姻 双赢 全家都赢 所以彼得劝勉做丈夫的 聪明一点 要敬重你的丈夫 敬重你的妻子 不要轻视她 不要轻看她 不要让她流泪 不要让她难受 让她是你人生的台阶 你知道吗 是上帝使你借着 祂帮助你能够人生 到一个你不能有的慰藉里面 好让有一天你会坐在城门口 与长老同坐 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 神设立的婚姻就是罪名 而做妻子的 你一定要去成全 要明白神设计的里面 不要一直想我 我 我 那我的事业呢 我的人生呢错了 你的事业人生跟你的丈夫 是连在一起的 你的人生 我不是说你们的工作 一定要一样 不 但是你的心灵态度 是如此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来建造这个家 结果呢 丈夫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 而你呢 你所做的在城门口要荣耀你 多好 这才是神要好 我祝福盼望夏凯纳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婚姻 都是这么美好 进入上帝所设计的 那个美好的婚姻的结果的里面 所以记得 神设立的婚姻就是 夫妻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你和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 那话说回来 今天我牧师 因为我是一个弟兄 是一个做丈夫的 所以我讲起来好像都是劝勉 要做丈夫的对妻子 其实一样 妻子你也要珍惜 你的丈夫就是神设立来爱你 跟你一起走一生的那个人 你要尊荣你的丈夫 有那句话我曾经讲过 你的丈夫是跟着你的尊荣而上上下下 你的丈夫就好像那个软木塞一样 你呢 你的尊荣就是在这个水桶里面加水 你加多少水 那个软木塞就会升多高 你不要一直嫌他为什么都没出息 你为什么不嫌你 你为什么不出息 你为什么不嫌你 他就越低越低越低 因为那一桶水 没水了 所以那丈夫就很低落 可是你如果鼓励他 鼓励他可能 你知道师母常会讲说 群帽没有什么是你不能的 噢 没有什么 他说我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的 那么多年没有什么你不会的 你都会 不会也要变会了 因为有人说我都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都会 我没有什么怕的 没有在怕的都在会 因为太太说我都会 对啊 妻子你要鼓励你的丈夫 你越鼓励他 越夸奖他 他就越升得越高 你如果贬异他 他就 他就消瘋了 你知道吗 男人很软弱的 你知道吗 师母昨天去礼拜节去桃园 跟一百多位传道人分享 他们讲说夫妻两个人 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在同样一个教会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牧者 牧者大部分都是夫妻在一个教会 你知道两个人同样的教会 是很难的 有很多的角色的问题 夫妻在家是夫妻 在教会里面 是主任牧师跟什么 不知道 所以我们灵良堂的传统 都是师母才是真正的主任牧师 实际上的主任牧师 那么这个丈夫呢 都是名牧上的主任牧师 这个样子 他什么时候叫我做主任牧师 我就是 什么时候我不是主任牧师 他说不是我就不是 就是这个样子 这灵良堂都是这样 难怪灵良堂都这么兴旺 你知道吗 灵良堂都是这么兴旺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所以师父要讲 他露了 可是常常觉得很露 他说 这个牧师 每一次讲完道 晚上回家都一直问我 我讲的好不好 你夸奖我一下 每一天没事的 对啊 牧师讲道讲了四十年 在外面多好评啊 但是你知道我还是多么脆弱 你知道吗 还是多么渴望太太能够欣赏我一下 哎呀 姐妹 哎呦 你今天真有亮光啊 弟兄姊妹一定得到很多帮助 哎呀 你的讲道太棒了 我就安心了 哦 原来我讲道是有帮助的 我讲道是好的 哎 弟兄姊妹 姐妹啊 你知道男人很脆弱的 像我这样那么强的男人 都还要 师母这样拨起来拨起来 师母说 你叫人 你怎么会这样子啊 没办法 就是这么软弱啊 弟兄就这么软弱 姐妹们 你一定要了解 你的男人很软弱的 你不要以为他外面那个样子 都很软弱 非常需要你 所以他需要 神创造女人是来帮助男人 因为男人很软弱 男人是泥巴做的 女人是骨头做的 你知道吗 两个本质就不一样 这个男人就能够修这个样子 女人是 这很厉害的 女人是打不死 打不败 为母则强 再怎么样 女人 这一定撑得住 这个家他怎么样撑得住 男人就跑掉了 所以要鼓励 但今天虽然牧师这样讲 所以提醒大家 我们夫妻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回头看这一对的夫妻 他们第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夫妻联合 身心气渴 同心同行 圣经提到他们六次 每一次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 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织帐篷 一起学习 一起服侍 一起现身 这种深度的联合 正是婚姻的内涵 也是成功婚姻的第一个要素 今天很多的婚姻就在于 悲剧就在于没有这种 夫妻的联合身心的契合 有人说东方的家庭的观念是 着重下一代 西方的家庭是观念着重下一代 但是上帝人类的第一个婚礼 所着重的不是上一代 也不是下一代 而是这一代 圣经以这一代才是家庭的基石 所以有一本书上说 神给家庭的第一道命令 不是当孝敬父母上一代 也不是你们要生养 众多遍满地面的下一代 而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婚姻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而当然联合不只是讲到距离在一起 有人住在一起 可是却同床异梦 没有真正的联合和亲密 婚姻的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变成了平淡 你知道很多的婚姻的问题里面 变成了只有冲突 没有爱了 失去了爱 好像那个酒 没有酒了 只剩下水 婚姻里面生活里面都是平淡 满如水 结婚越久 好像爱就越平淡 生活越来越平淡 所以有人说婚姻把美丽的爱情 变成了现实生活 这从一个角度是描述是对 但是也不是也不对的 婚姻里面就在平时现实生活里面 充满了爱 这才是神设计的婚姻 就在婚姻里面 就像牧师刚才讲的 我替自己洗衣服 他替我打电话 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充满了爱 是吗 我在小水果里面就是我的爱 他为我联络了废心 这就是他对我的爱 在里面我欣赏他 我感激他 他喜欢 我每次为他换被子 真的很没道理的 他自己不会去拿被子 其实没有 他其实是一个叫做傻娇 你知道吗 好热喔 他什么 其实被子他也可以自己拿 其实是什么 就是要我爱他 对不对 不是吗 这就是爱 虽然这边 但是明月我也假装 你要跟你换被子 就是假装一下 这个那样 其实这夫妻里面 就是婚姻里面彼此之间在一起 那么平淡是一个致命伤 而且这是世界婚姻的致命伤 所以联合报有一个 几个企业家聚在一起 后来里面有一个企业界的大佬 感慨的说 他说结婚前三年太太是娇妻 到了第六年太太只是亲戚 第九年太太成了一件家具 看着习惯而已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 你知道牧师常常讲这个 因为他很写真的 把世界的婚姻讲出来 所以为什么人对婚姻绝望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就变成这个样子 结婚九年以后太太就变家具了 所以女人根本就很悲哀 想到婚姻就很悲哀 觉得绝望 但是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基督徒里面可能 就有些夫妻好像一篇文章里面所说的 亲密的陌生人 两个人每天睡在一张床就完全不了解对方 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也不在乎他想什么 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个妇产科医生 有一天带着太太去看另外一个 她的朋友的医生是精神科医生 她自己是妇产科医生 她的朋友是精神科医生 她说你帮帮我太太检查一下 最近她的精神状况或是情绪很奇怪 有点异常 帮我检查一下 然后她的朋友就替她才检查 检查完又跟她讲说 某某 你太太精神没有问题 情绪也没有问题 你太太唯一的问题就是她怀孕了 拜托 她自己丈夫是妇产科医生 连太太怀孕了 会不会很多的婚姻是这样 睡在你旁边的人发生什么 你根本就是不在意 你根本就 这就是婚姻里面 就平淡 难怪彼此相怨 如果我是这个太太 我真的会很怨 我连怀孕这么重要 你都没有发现 会不会有很多男人 或者我婚姻里面 婚姻就变成淡如水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只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人 弟兄姊妹 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婚姻 圣经给男女的婚姻关系 下了一个最好的定义就是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 心脏连马上跳三百下 哪有这么美的女人啊 而且充满了恋爱 充满了爱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 弟兄啊 结婚了十年 二十年 你看到你妻子还有这样的激情 还有这样的热情 她是你骨中的骨 结婚四十年以后 变成了她是我骨中的骨刺 肉中的肉柳 哇 又怎么婚 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 是我们 她是四十年 我们还是这样的爱 珍惜 这个世界对爱情有很多的定义 但圣经对爱情却是这么说的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记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 是热化的电光 你看到圣经里面对爱情 是这么的澎湃 这么丰富 我们的信仰不是很无趣的 神对婚姻里面的爱情 是这样的描述 这世界没有神说 这才是我所设计的婚姻的爱情 爱的表达形式会随着年龄有不同 可是爱是不会变的 年轻人的恋爱是电光火石 节奏轻快 牧师也年轻过 而老年夫妻几十年的同甘共苦 两眼相看充满的是对对方的怜惜和感激 我告诉你年老前当时夫妻的那个情感 不是年轻夫妻可以了解的 走过这十十年 看着师母很深的眉头 师母的这个眉头非常的深 我从来不是会觉得她不美或是老了 而是感谢跟感激 过去四十年多少的惊涛海浪 多少次都要灭顶 都是她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死阴的游谷 这个这么深的眉头就是这样来的 这么深的眉头 就是正表示 显出了她爱我 爱这个家的记号 所以我只有感谢跟感激 一本书里面讲到一对老夫妇 老太太得了老年痴呆 不能行动也不能表达感情 可是老先生每一天早上起来 把他抱上轮椅 为他洗脸梳头化妆 为他做所有的事 还常常对着形如木头的妻子说 亲爱的 你多美丽 而这位作者说 这对老夫妇就是他的父母 从他的父母他认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的爱 真是如死之坚强 大水不能熄灭 这才是圣经说的爱情 其实对我也是这样 这世界没有什么吸引我 再好美的美景 再好吃的三生海味 对我都不是很兴趣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不是说的 但是只是对我 我真的走过这一生 我最快乐 最喜欢的 就是牵着师母的手 走走 散步 无论在公园或在河堤边 不晓得是不是我老了 所以没事 就是要牵着他 不牵他 就不会走路了 还有牵他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稳妥 和那种里面的安全 或者是一种的舒服 就是牵着他 所以你知道吗 台语说它是我们的 看球 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 这个人跟我看了四十年了 两个人从年一直走到了老年 那个看着那个球的感觉 那个爱和那种的里面心灵的融合 是别人没有把他取代 没有一个人到我这个年龄还可以看球的 爱托 你这个老头子谁还要看你的球 老太太谁看你的球 只有一辈子的那个看球 而且只有两个人这个看球看得实在太温暖 太稳妥那种平静 是这个没有人能够取代 那个人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 那一只手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手 疫情前我们有一张免贝的住宿圈 我跟师母就有个机会到三天 到广西的阳朔 住在一个非常好的旅馆里面 有人说桂林甲天下 山水甲天下 阳朔山水甲桂林 意思是阳朔比桂林还漂亮 而我们到了最漂亮的阳朔三天 我们哪里都没有去 就在旅馆里面 一起灵修 他读他的圣经 我读我的圣经 我们一起敬拜 一起唱诗一遍祷告 早晚我们两个人一起在旅馆内的 离江边散步 有天下午我们去骑脚踏车 服务人员就建议我们说 各骑一辆比较自由了 我心想我才不要自由 我们就是要两个人一起 最后我们要两个人骑的脚踏车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骑脚踏车 谁在前面 师母在前面 因为师母比我会骑脚踏车 两个结婚了近四十年的老情侣 共骑一辆车 穿梭在阳朔的小镇上 阳朔从没有过的骑警 弟兄啊 下次就轮到你 两个人骑一辆车 穿梭在阳眉的小镇 三天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 就是一直不停的讲 三天讲不完的话 我们讲教会 讲统工 讲未来 感恩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 在基督里的婚姻 真的可以好久留到入境 有时候师母先睡了 看着跟我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 其实有很深的感觉 她是我的妻子 差不多四十年 我所有的记忆 欢笑 眼泪 都包括了她 如果她从我生命中拿去 这四十多年 就会破碎一片空白了 有时候我们服饰完很晚 两个人一起走路回家 从刚才聚会的热闹 忽然之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 好几次我跟师母说 我们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 刚才的在热闹 刚才在高潮 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所以弟兄啊 你在外面再成功 再有成就都会过去 外面你朋友再多 最后只有你的妻子会陪你走到底 只有一个人真正跟我们一起走到底 融入于共 永远站在我们身旁支持我们 所以我相信结婚了四十二年 我确实相信 婚姻在基督里可以是幸福美好 而我们的爱情可以不思慰 不辨色 我最后还要提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冲突 没有争执 大家都知道我讲过蛮多 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走不下去 我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失败过 婚姻也曾陷入危机 但这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相爱相续 每一次的冲突不高兴 不知道怎么平息 而就会跟师母说 我没有你 活不下去 你没有我也活不下去 所以你弃我也没有用 结婚姻妹 就是这样 夫妻就要这样觉得 弃我没有用 反正我们是分不开的 没有你 我活不下去 没有你 没有我也活不下去 有什么好吵的 算了吧 就是这样 我确实相信 上帝创造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姻 只要有神在其中我们的爱情必能 好久留到如今 今天我们在座的 或许我们有人在婚姻有很多的困难 就像我说的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坚持 很多那些过去的不成熟 都把我们的爱情磨尽的 那些留下我们的婚姻 很多的伤痕 很多的话语的伤害 今天好不好 在主里面 我们一起都交在主里面 让我们重建在主里面婚姻的爱情 重新说主啊 婚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让我们愿意 因为爱的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在婚姻里面我们就不再求自己的益处 让我们彼此成全 妻子帮助你的丈夫 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恩典的 那个器皿扩大 帮助你的丈夫成功 有一天你所做的 回头要在城门口荣耀你 上帝也会尊荣你 让我们重建我们没有我们站起来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你和我是天父爱一宠 人都有最美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在婚姻里面一起做美梦 让我们福气两个人 彼此扶持 彼此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重新再次说你和我 你和我 就是我们两个在婚姻的里面 两个人共同的 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 一起来做梦 一路上 彼此扶持 彼此拥抱 一路上 彼此拥抱 两个人 彼此一路的扶持 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 接下去 来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我们愿意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有上帝的爱我们都愿意 有上帝的爱我们都愿意 没有什么放不下 让我们回到上帝设计的婚姻的里面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愿意 有你爱的地方 感谢者 有爱 再一次来说我们爱 我们爱 因神先爱我们 谢谢主 心在坚强面 让我们同行同行 只要微笑 让我们开心 向着我们的家有爱 阿们 这是我们的家 同生开口 同生开口来祷告 为你的家 我们单身的六姊妹 祝福你自己 上帝就是你的家 在这个教会 在这个大的家庭里面 让我们一起在爱里面 被成全成上 每一个婚姻 每一个夫妻 为你的婚姻来祷告 放下过去的创伤 放下过去的一切的恩 愿 创下过去所有的真实 跟神说我们决定相爱 在爱里面 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 我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 跟神说我跟我的丈夫 跟我的妻子就是一 让上帝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Hallelujah 耶稣 让我们的家就是天堂 不再是争吵 主啊 我感谢 仇敌定义要毁坏 你也知道因为我们很软弱 我们也是罪人 有很多我们的个性 有很多的脾气 以至于我们 彼此伤害 我们曾经 是那么相爱 还是 因着我们的软弱 去伤害了我们 曾经最爱的那个人 然后我们现在里面想到婚姻 很多的 伤 很多的痛 很多的怨 今天我们都带到你面前 求主你恩待 今天让我们再次看见 在耶稣里的婚姻 可以是美好的 让我们愿意 主啊 让我们因为爱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坚持 和我们的需要 没有 因为爱 是舍己 爱 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让我们 让我们从今天去愿意学习 没有原因的 先道歉 主啊 求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愿意 好像我们放下 牺牲舍了那么多 但是 你反而给了我们最大最多 让我们一起夫妻同心同行 扩大我们这个 承受生命之恩的器皿 做妻子的 让我们成为丈夫的帮助 成为丈夫的益处 一生使我的丈夫有益而无损 让我们的丈夫 迎着我们的同行 让我们的丈夫有一天 能够在城门口 跟长老同坐 而上帝感谢 你也必把这一切 回到我们的身上 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有一些劳苦 也会在城门口 成为我们的荣耀 祝福我们 在夏开纳 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婚姻 都是这么的美好 我们都要回到 神所设计的婚姻里面 双赢全家都赢 神的国度 也一起来得着恩典 得到祝福 谢谢我们的主 但愿我主耶稣 祝得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 直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拍手荣耀给我们的祝福 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 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地点 请上夏凯纳灵良堂官网查询 夏凯纳灵良堂 祝您平安喜乐